字幕志愿者 欢迎大家 再次来到我们频道 我叫Hero 那个Mia在玩手机 今天星期日 我们又休息一秒 星期日 我休息第一天 然后今天等一下去健身房运动一下 然后等一下米娅要去学跳舞 我们今天要去干嘛 今天看房 依然要看房 在送米娅去跳舞之前 先去看两套房子 我们今天第一套要看的房子是在Cashmir山的山脚下的一套房子 比较大地比较大922 然后房子还好房子只有181 所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院子 因为上一次看房日记是在看房之前 我们去看房之前给大家看了他们那个房子在网上的照片 然后有的观众跟我说还蛮喜欢那种 先看网上的照片 然后再去看实地看房子的这种体验 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 你们是喜欢把这种照片穿插到我们看房的过程当中 还是在看房之前 把这些网上的照片给大家PO出来 有一个协定准备 然后我们再去看房 在实地看房 再感受一下这个房子和他网上照片有什么区别这种感受 那我们今天依然是先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在网上PO的照片 然后等一下我们到实地那看看他的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 因为今天是阴天嘛 然后呢就是 低都长阴天 嗯 但是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个照片那么好看 也没有就是晴天 就是不 就是效果可能没有晴天照出来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这种看房人来说呢 其实阴天是或者下雨天是一个比较好的看房的时机 就有不价格去看看 坐在这儿 在这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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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看房去 现在基督上10度 10度吗 还是阴天还是有一点冷 所以说大家最近来的话 还是要多穿一点 当然我们是从 我只穿了一件因为等一下我要去健身 所以说 就不穿那么多了 一路上山 上山了 就是开十面山 感觉不是很高的一座山 基督城本来就是 大平原好不好 OK我们也到了 然后OPHOME在这儿 然后当然旁边又是一条河 这个河可不是小河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河是大河 但也不算太大了 但是中间隔了一条马路 所以说离房子的低基还不算太近 大家看一下櫻花开了 这不是櫻花大哥 这不是櫻花吗 反正花开了 然后现在因为櫻花最好看的是Hackley Park 但Hackley Park櫻花还没开 等Hackley Park櫻花开了之后 再大家大家看吧 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房子 被Naughty Boy给涂鸦上了 就是这个房子 这边应该是厨房 小厨房 这个房子是1920年的 然后也是最近重新换修了一下 然后土地是TC2的土地 900多平 都900多平 对然后它的药体 它这个是准备要拍卖 但是我看它上面说的RV价是67万5 然后有922平米 是4房2位浴2个Garage 还有2个厅1个饭厅1个Garage 是厨房 厨房阳光还不错 它这个阳光应该还可以 虽然现在是阴天吧 但是能感觉出来这边的阳光应该是还可以的 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厅 相当于一个开放式厨房 但是除了这种形式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就是说没有那么开开放 油烟不会打BG的 咱们做中餐的话可能会有油烟的问题 所以这种还是比较OK的 这有表演机 然后这种很明火的 你也喜欢明火 嗯 这个是一个Tier 嗯 小Tier 一个小的这么做的地方 还挺有情妙的 嗯 可以做的 相当于一个Bar 这边是有主厅 嗯 主厅了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观景 然后我觉得这边阳光应该还可以 我觉得应该是 它这个地方很罕见的是 它用的是那个瓷砖 嗯 瓷砖它有低热 对有低热 然后呢它用铺那个 像过去老阳的那种 那个地毯 嗯 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 挺喜欢的 好打理 好打理 这有一点 嗯 就好打理 好清洁这个是 嗯 是吗 哦 工具房 工具房 是吗 小 哦 是个冷水 哦 是个冷水 是 好 很高 比较成这个 这个洗衣间 它还挺大的这个 嗯 挺大的之后呢 它有一个洗衣风干 然后这边是超多台 这边它有装衣服 嗯 装衣服 里面是啥 里面是个bathalon 嗯 这位浴在这儿 一楼的浴浴在 嗯 有点怪似 对但是还可以 因为我们就是 还能人 对但是我明显感觉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相应面 因为能明显地出来 这个就是 没那么暖 没有那么暖 因为有点凉气 嗯 进门的厅 对 对 我觉得也挺好 对 对 嗯 到地堂了 到地堂了 嗯 到地堂 第一个屋 有目向音 音面是吗 音面 哎 和你那个钢琴还挺像 它琴 这亚马哈的 亚马哈的 嗯 但是它琴建立标了 但是应该掉走琴 嗯 哎 这个门有粘头了感觉 这个地有问题 你往下 嗯 怎么了 你从上面往下走一下 我形容过来 这个感觉 嗯 这个地是有个坡度的 对 不平 那边高 那边低 这个地是有坡度这样下来的 嗯 是 能一走就感觉出来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坡度 就是你往下走的时候明显到这儿 哎 你下去了这个是 1920年的房子 嗯 这也是我证 这是我担心的 它是1920年的房子 最近翻新的 一定是 嗯 有百年了吗 快了 百年老宅 Bathroom 这Bathroom应该是新的 这是二楼 一楼 这一楼的Bathroom 两个Bathroom 一楼两个Bathroom 这是新的 嗯 翻新的 嗯 嗯 这种 这翻新地啊 也是翻新的 也挺短的 有滴热 对它把全部滴热重新刷了 你看 我跟你说 它这个墙体颜色 其实是一个暗里颜色 暗里说呢 它会给人脏压一点 但它并没有 是因为它顶高很高 顶高是吧 对 亮到那边阳光很亮 因为阳光在一个是它顶高高的话 你想这个颜色又比较收缩色 如果顶高再一滴的话 你整个感觉方便是压感 那这个没有 它顶高现在做的很高 现在是 嗯 再来一条 哇 这是主屋吗 这不是主屋 诶 诶 那有火但是没烧 这边是羊面吧 这边应该是羊面 这边是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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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和那边应该都有阳光 就是早上来回这么照 嗯 嗯 可能屋子不大 但是还蛮舒服的 它很有情调的一个房子 很舒服 房层有情调 历史感 嗯 你喜欢这个地毯是吗 嗯 我喜欢深色地毯 然后米娅喜欢浅色地毯 我喜欢比这个再深一点 再深一点 会更有质感一点 但米娅就喜欢那种浅色的 像墙那种颜色的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地毯就是 地毯这个东西啊 就是如果你太浅 吊上浅要深的深色东西 会容易就是显出来不好清理 但太深的颜色呢 就是吊打虽然就要白东西 怎么让都能看出来呀 还不好清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 灰和那种乳白色之间 那个是最好打理的 因为我考虑的事就是说 好打理 好打理 我感觉深色是好打理 不知道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嗯 因为深色的就是有那种 随便掉在衣服上的毛屑掉下来之后 其实很明显的 第三个房间 嗯 这是彻底是一元阳光 不确定 有点凉的怎么看见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房子有点凉进来 嗯 因为那个房子进去有个暖和感 这个是有点凉凉的感觉 嗯 但是就是景观还不错 嗯 院子里面的树花都能看 嗯 来继续 这应该是储物间 储物间 是楼下的一个储物间 嗯 哇 这个是最后门 啊 后门 房子还有个后门 哇 这是那什么阳光房 嗯 一个小天 这个到时候感觉 这是阳光 从那两边都会下来嘛 然后就是一个很温暖的阳光房 对 但这个房子说实话 我觉得嗯 作用不大 这屋作用不大 实用性不大 因为这个屋就是 你的琴房 可以当个舞蹈士 舞蹈士 能伸开胳膊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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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假 一言不合就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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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还有罗上 走 哇 这个斗啊 给大家看有多斗 像那个传舱传舱似的 然后二楼上来之后就是 这是啥 啊 工作 工作室 嗯 study room public place 啊 这有一个小屋 嗯 但上面没有卫生间 嗯 没有bathroom 上面就一个卧室 然后一个工作间 嗯 没了 这就是二楼 嗯 这个是 这应该是老地坛吧 嗯 这个是老地坛 嗯 这个地坛就是平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fluffy 嗯 给大家看景色 这就是楼上的景色 院子 有花 然后那是别人家院的 这个树墙 这边是这边的院子 我是觉得上面这个房子整个没有什么东西啊 这是 这储物件 这储物件 用数不大是吧 上面 这个门还掉了 这个 太老了一个房子 这个太老了 尤其这个地方哈 嗯 这个地方 正在这 整个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建筑城是个地震区哈 嗯 而且房子你要知道大家是个大价钱 这个 有点老的掉渣了 这个房子 你们别怪我矫情 我这个 对孩儿的不矫情 对自己的不矫情 对自己要花钱的是还挺矫情的 对大价钱 对 因为搞不 因为 因为这个地方你搞不好 说不定我们就要住很长时间 要花30年还贷款 对 我是花30年还贷款 嗯 就选的如果住不好很闹心的话 这个就 哈哈 弄心30年 对 那就是有牙巴吃荒 呀 慢点 慢点 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小院子 小凉亭 先是下雨 走 因为地很大嘛 先看他家后院吧 他有后院有前院 后院就是 还不算太小的一个后院 这边可以喝喝茶 然后到那边也有可以喝茶 阳光好的话应该蛮棒的 在那边吃BBQ的 啊吃BBQ 嗯 然后这是后门 这是后门 中的柠檬 然后 哎 这还有一个是羊 啊 也是种菜的 嗯 哦 这也可以种菜 他们家好喜欢种菜 你以为这边菜贵呀 啊对啊 最有点像那个大棚 蔬菜大棚的感觉 嗯 这是蔬菜小棚 嗯 哇还有船 嗯 批拔铁 啊批拔铁 啊批拔铁 他们烧gast gast 可能会便宜一点 我觉得 嗯 便宜不要拿起 嗯 就是前院 到前院 前院 反正就是地大 嗯 法理的也还行 但这个忘记的房子太老 1920年外墙是这种外墙 嗯 外墙是wideboard 对等下大家说如果看房子哈 因为这边有雨水房 所以要住家有空隙 不是那是那个plaster 还有空隙 wideboard不是 wideboard不是 wideboard没事 就是木板 木头 嗯 就是木板 如果大家看歪没外墙 要是plaster的话 要深进去看一下 看了没有空隙 要不然漏水的话 就躺 但这个不是 这个是个木板 木板没有什么漏水的问题 这是吃的吗 不知道 这是吃的吗 这好像是叫个紫苏是吗 我不知道 我猜的哈 大家别碰我 走着 嗯 那边有 花 这是个圆形的前院 还有两个大石车子 有两个门进 那边可以进去 那边有个小门 这边有个小门 两个小门一起进到 嗯 房子里面 那边后面也可以走 嗯 这是工具箱 来摊家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吗 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小温度计 他们家这个房子塞的满满的 里面塞的满满的是吧 你看 哇塞的满满 这个可以停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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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还可以停一辆车 马路上还可以停车 我觉得这个房子啊 这个房子 我觉得能看出来是有生活气息的 它并不是为了卖而卖 但就是我唯一点担心就是 一百年的房子又是木头的 而且呢 又曾经经历过大地震 所以说 主要是太老了 咯子咯子响有点 对 因为它这个地就是 尤其在上楼梯的时候是 是会响的 而且它那个楼梯有点抖到 就是连我 我下的时候都在侧着身下 因为它那个就是 楼梯那个层比较窄 如果你打滑 我得侧着滑 所以说 唉 这个二楼相当于没有用 对 但是周围的环境确实是蛮棒的 然后那边就是小学 嗯 学区特别好 而且就在Cashmere山脚下 嗯 嗯 地好 地方很好 地也很好 900多 对 但是房子住起来 嗯 因为房子有点太老 就是因为太老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 因为也看不到内部 虽然它有building report 这个东西 但就building report 就相当于就是这个 60分 嗯 和90分的差别 就是只要60分 我就给你build就可以 就就是这种感觉 嗯 所以嗯 因为也不67万是吧 嗯 对啊 嗯 也不便宜 嗯 哈哈哈 因为毕竟我俩还要还贷款 所以 还是让我们俩小心点谨慎 毕竟是普通家庭出来 没有那么多钱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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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